点选看大图 图 普京年轻照 1952年10月7日 普京出生于列宁格勒 现为圣彼得堡 普京的母亲马蒂亚伊凡诺夫内普京那 是一名工厂女工 而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斯皮里多诺维奇普京 则在苏联海军服役 照片中的普京看起来很冷漠 不苟言笑 图 奥巴马年轻照 这张照片给人的最大感觉 就是年轻的奥巴马 就是一名街头小混混 图 希特勒小学照 这是一张霸戏照 照片中的俄希特勒显得很冷酷 1895年 这年希特勒六岁 由于他父亲被调往林祠任职 全家又搬回奥地地 在林祠郊外 他们置办了一所环境清幽的漂亮住宅 不久 希特勒就被送了一所乡村学校上小学 照片应该就是在希特勒上小学时拍摄的 图 丘吉尔年轻时的照片 与二战时相比 有句话形容得最恰当 岁月是把杀猪刀 图 还童十七的肯尼迪 不得不说 还童的十七的肯尼迪面目清秀 有点萌萌的 图 不识年轻照 不识年轻时曾两次被捕 四次受到交通处罚 在郭敏警卫队服役期间 他也没能赢得任何荣誉和训 相反 由于爱吹牛 他得到了一个绰号 德克萨斯苏炳 图 安倍晋三结婚照 1954年9月 安倍晋三生于日本山口县 他是日本第一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出生级战后以来最年轻的总理大臣 图 斯大林年轻时的形象 不得不承认年轻的斯大林 还是蛮帅的网友给出的评论 点选看大图 图 英拉年轻照 年轻的英拉太美 可以用经验两个字来形容 英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商界 并且在商界颇有成就 2011年8月5日 在第24届国会下议院 第二次会议上 当选为泰国第28位总理 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图 卡斯特罗访问美国照 魅力无穷 1959年4月 身穿军装 最雕雪佳的卡斯特罗 在美国展开十多天私人访问 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 还接见卡斯特罗 会谈持续三个多小时 当时 卡斯特罗受到了美国民众热烈欢迎 掀起一阵卡斯特罗热